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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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這三位要合為一起 因為你已經在天地之中了 你又跟他相合 你的天位要能跟天相合 你的地位要能跟地相合 你整個人介於天地之間 整個天地要跟你相合 那你自身裡面又有天、人、地 三位又要相合 所以這樣就稱為 天、地、人、三體、四 就是你一站三體四出來 你就是天、地、人、三體 就要合為一體 就稱為三體四 三體四是形意拳的根本 最重要的裝 所以你打五行拳 都要從三體四開始 你打十二行 都要從三體四開始 為什麼 因為他一站你就要天、人、地 三位相合 還要跟天、地 這整個內氣要相合 外氣 這個 你這個外面的氣 天、地的氣 要跟你的氣 都要相合 你意念也要跟他們合起來 所以一站三體四一站出來 你就練到這個天、人、地 合在你身上 所以 它是很厲害的一個裝 它代表形意拳要練的終極 你要練到天、地、人跟你合為一起 所以又稱為三財裝 三財就是天、地、人 三體就是天、地、人、三體 站三體四出來 你就要能練到整個內氣 還有內意 跟整個天、地是合在一起的 再來你自己自身的氣 也是在 在一個完整的循環當中 我們講周天 它接通了上位 還有中位 還有下位 天、人、地 你身體自己裡面的天、人、地 三位也結為一起了 透過這個內氣的變化 已經合為一氣了 所以稱為三體四 那怎麼合 這個就是你背要先能展開 你要先從手骨以下 氣要先能下來 這是最初階最剛開始的 一定要先這樣 你才有機會到天、人、地、也才能相合 我們一站三體四開始 就是側身45度 你要跟你的中線保持側身45度 45度站出來以後 這個左手 三體四是左手在前 前才稱為三體四 出來手掌就是要撐大 食指朝上 這個碗要扣 對,碗要扣起來 這個下手要扣近 貼近身體 身體不能往後仰 屬膝部要微寒 屬膝部微寒 身體才不會往後仰 身體才不會往後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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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掌要扣起來 他們一直在的 大家感受到 深靠 屬膝部 兩 再來就是 這個首先講到這樣就是core 再來這個手掌一定要撐大 要撐大 撐大 手心微微含住 對手心微微含住 其他的五指都要撐大 對對對 這個食指要朝上 這個大拇指朝你的右邊 對小指朝前 對對這樣 對 他這個手掌開得很開 這很漂亮對這樣也是 他們這個手掌都開得很漂亮 前手要能推遠 他只九分指一分彎 不能這樣縮縮這樣不行 這個要扣起來你才會沉 手掌要撐大 我們講 頸一拳講 四燒要騎 這個手指撐大 這個叫做紫燒金燒 金燒是 就是你的肝 這個叫金燒 一直要把手指撐長 撐滿 再來雪燒 就是你這個旋頂要旋起來 你的頭髮要好像豎起來一樣 這就是你的雪燒 舌頭捲緊 是你的肉燒 牙齒咬緊 是你的骨燒 對 你這個下手 下手他就是 手肘要靠近你的車縫線 要剛好靠近 靠緊 對 這個肩胛骨不能開 他也要 要吹出來 這個也要有一點吹出來 對 你吹的時候不能變僑固 不能這樣 這邊吹進來 這邊往前吹 這邊也吹進來 不能僑固 要層肩 層肩 重心 重心在後腳 完全在後腳 真正你要練到內氣 完整的是 你要真正能用的靈活 你要完整的練到 後面是一 前面是零 你前面前腳是進氣貫穿 一半灌住而已 可是沒有踩下去 放在地上 進氣貫穿 後腳也進氣貫穿 全部貫穿 可是 身體的重心 就完全的放在後腳 你要隨時 你這個腳他都是活的 你換腳以後 一樣就是 一跟零 一跟零 隨時都是一跟零 沒有說五五分 或是七三 都沒有 這個就是 行一拳講的雞腿龍身 雞腿就是 你 你只有一隻腳踩地 另外一隻腳是 虛的 只有零跟一 這個是講 重心完全放在後腳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他 他這個 你要練到完整的 進氣 要合住中 你就 重心就完全要在後腳 再來 你 你唯有練到這樣 你才會靈活 正常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有中 你有中 你中心 永遠都立於不倒之當中 你才不會被人家牽動 甚至被破壞你的中心 破壞你的中 你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而且才會靈活 真正靈活 腳的內半側 你要合到你的中線 你這一條中線 你找一條中線 腳的內半側 後腳跟要剛好碰到那一條線 前腳的內圓 剛好碰到那一條線 後腳跟 剛好碰到那一條線 那後手的大拇指朝前 這個四肢 這個其他四肢手也是一直打開 手指頭一直打開 是朝後面翻 一直往上翻 後手跟你的中垂線 要平行 不能進去 要平行 前手 手指 中指 食指 前手的食指 要剛好在這一條線上面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上面 你如果這個太進來 就跟中垂線有交叉 交叉不行 它跟中垂線平行 初學你一站三體四 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你這整個背 這整個肩胛骨 後面這整個肩胛骨 這兩片肩胛骨 是往外一直往前推 一直往外開 一直往前推 一直往外開 一直往前推 把這個旋頂竖緊做好 把舌頭捲緊 把下巴收好 對 這個手指頭要撐大 十指朝上 虎口要開 這個虎口要開 這個手 這個手肘不能外翻 像它這樣就不錯 手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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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肘有進來 沉間墜肘 不知道這個手肘不能開 對 沉間墜肘 肩要沉 肘要墜 這個手腕 也是要按住 虛空沉住 對 有一個沉的勁 這樣你全身才會沉 所以你看你屬膝部 輕輕的寒住 它這個脊椎的曲線 是這裡進去 這裡又出來 這裡腰的地方又進去 到屁股 間椎這裡又出來 尾椎又進去 它是自然曲線 S曲線是對的 再來你不能去收臀 頂胯都不行 你屬膝部 你屁股含住以後 它這個自然曲線 它是不變的 所以你屁股是沒有動 你沒有刻意去把 把臀往前推 沒有 收臀 頂頂這個胯都不行 那因為你單田氣練了 你這樣練練久了 單田氣實在了以後 你屁股會長肉 它屁股會比較有肉 是正常的 所以看起來屁股比較大一點點 是正常的 並不是說你刻意屁股跳出來 沒有 它是人的自然曲線 這樣就對了 那你屬膝部含住 你這個鎖骨以下的氣 才容易練下來 這個就是三體四厲害的地方 它要把鎖骨以下的氣 要能練下來 好 所以我們三體四講到這樣 大概就是你初學 所應該要知道的三體四 你怎麼樣把氣調下來 它有過程的 這個是初階 再來你還要讓它穩固 怎麼樣把它鎖得住 要固得住 要含得住 蓄得住 抱得住 它裡面還有很多真行真訣 需要去了解 需要去鍛鍊 那你最高階的三體四 就是剛剛有講的 它可以接通天地人三 這個天的氣 地的氣 還有你自身的氣 可以 你自身的天地人三位 可以接在一起 你跟天地也可以相合 全部都合為一起 所以才叫三體四 全身貫穿為一 全部上下合為一氣 左右前後都合為一氣 通通不閃了 所謂六合 正氣 就是三體四的最高階 iche 那個還裡面還有很多變化 需要老師 透過五型拳 透過八卦掌 八個先天掌 或是透過太極拳 太極樽 還有蓬依旦 這個欄雀�nn 反鱔尾 來鍛鍊這個裡面的正氣 的變化 怎麼樣從鎖骨這樣念下來 他需要日积月累 需要有 你对这个礼法要很清楚 再来你每一天锻炼 你要 这个火候的控制 他很重要 你要透过 慢慢的去控制这个火候 你有时候 他反逆回来 你该怎么处理 这是需要你 跟这个老师 互相去讨论 去了解 你自己再去锻炼这样 你自己再继续